那么你现在在分第一区的时候 我们的参考点就是以你的整骨点开始来做划分 水平分线分到你的耳上的位置 做水平分线 第一区我们要做一个轻堆积的一个层次 然后主要是要拿走这个地方的一个重量 然后呢同样还要建立一个很好的收紧感 剪头发第一个要保持头发相同的湿度 第二个你要保持头发相同的力度 第三个要保持相同的肢体语言 那么第一区我们在这个区域呢 我们要来建立这个头发的重量的去除 还要让它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收紧感 在整骨区我需要它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 往前的推动力和收紧感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采用以整骨点开始来做一点反射 用一点反射 然后用剑增的守卫来达到一个更好的收紧和服贴感 在你控制力还不是很OK的情况下 我希望你稍微慢一点点 不要着急 来输起来 角度拉到于我们分分线的高度 分分线的高度 你拉的太低 这个地方重量就过于太重 好吧 输起来 角度拉到分分线的高度 输起来 然后让我们的首位略微往里面扣一点点 拉到水平面 然后首位略微往里面扣一点点 那么首先第一片的长度你可以略微的放长一点点 剪完以后看一下这个长度是不是你自己需要的一个长度 接下来继续以整骨点开始做一点反射 那这个时候你的划分线就干嘛 是不是变形了 对 对 你的划分线开始变形了 那么首位要不要变 要 首位也跟随你的划分线来发生变化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第一片 第二片 第三片 第四片 第五片 第六片 是这个意思吗 那首位逐渐的在发生变化 好 第二片完成 继续一点 反射 那么一点反射在这个地方是为了达到一个更好的推动力 继续 法片从下完善梳理 看好啊 注意啊 在第三片的时候 很多人的首位一定会出现问题是什么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去输行不行各位 这样子去输你的头发剪完以后会怎么样 会很厚 前面会放的很长 所以你的法片要从下往上梳理要梳起来输到你分分线的高度 所以输法片的方式也很重要 继续 继续 反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人的站位有没有跟随头行去移动啊 没有啊 人的站位是定到这个位置修剪 不要做任何偏移 梳子从下 往上梳 梳到我们法片的高度 首位与分线是保持平行 首位的变化跟随你分线的变化而变化 来继续从下往上梳 你看我这个时候我的手位已经慢慢的接近什么 接近于划分线 来最后一片梳起来 梳子从下往上 那也就是我定到这个位置再做修剪 来剪这边的时候我们首位发生了变化 你的手一定要抬起来 一样的方式一点反射 大家等一下在实操的时候了也是一样的啊 你把这个头发一片一片的梳干净 慢慢剪 你先让自己养成这个修剪的肢体上的一个习惯 注意啊 法片不要往后偏移 原位提拉 首先角度要拉起来 拉到分分线的高度 来然后首位再降低 不要往后靠 往后靠就会导致这边怎么样 就会犯场 首位与分线保持平行 来第一片完成 继续放射 先剪上面的头发 看我的法片拉到什么位置的啊 不是这样子去拉哦 这样子去拉 剪完以后前面放的过于太长 而且会有很明显的一个重量线 所以你的法片要从下往上梳 来拉到分分线的高度 先剪上面的头发 角度再降低 首位往内收 来再来 这里一定要收进去啊 你不收进去 前面越剪越长 越剪越长 首位呢 逐渐和你的头型发生变化 说起来 从下往上梳 拉到于分分线的这个高度 你看我的首位啊 逐渐的在变啊 从下往上梳 人的站位要不要动 各位 不要动啊 定点修剪 不要做任何偏移 来再做一个检查 OK 继续 好 最后一片 直接从下往上梳起来 手定到这个位置 去做修剪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在后发区 最表面的这一层 所有的头发拉起来 都是在一个水平面啊 都是在一个水平面 外线的长度 这个角不要去啊 现在不要去做吹钢 或者是等一下 稍微把这个外线切一下 就可以了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的外线 稍微的去收一下 然后我们在切的时候 切个微微往上扬的角度啊 稍微切一下就好了 因为你现在切的这个外线 不一定很准确 所以你等一下你吹干了以后 然后再来切它的这个外线 第一层完成了以后 我们再回顾一下 第一区我们以整股点开始来做 一点放射 手位跟随划分线来发生变化 人的站位定点修剪 不偏移 定到这个地方 第一片第二片第三片 第四片第五片 手位一定是跟随划分线来变化的 人的站位是没有做任何左右偏移的 角度的提拉一定是见增的方式 从下往上梳理 要梳到你当时要修剪那个法片的高度 再做修剪 你不能往下压 不能压低 要不然这个地方它就会有明显的重量线 然后剪完以后 我们侧步转角的位置 拉高 把这个角稍微去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修剪第二层 来第二层 看一下我们头顶的厚度有多高 我们均匀的分出 上下两个区域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在现场剪这种锁骨发 期间发遇到这样的法量 可以用今天的这个方法来做修剪 这样的头发 如果你不通过结构的方式来做柔和的空间处理 那么你只是单纯的靠打薄 剪完以后是达不到我们所要的这种效果的 而且打薄打太多了以后 这个头发会比较毛躁 好相同的方法 在第二区的时候 我们用一样的方法来做修剪 一样的方法来做修剪 第二层只不过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头发剪完以后 不是要这样子堆过去的 不是要这样堆过去的 我只是要后去有一个明显的重量线就可以了 所以在第二区的时候 我们和第一区要发生变化 第一区是定点修剪 做一点反射 而在第二区修剪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定点修剪 定到这个位置修剪 侧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增加这个面的宽度 所以我们要随头圆移动 而到了侧部转角点这个位置的时候 略微往后靠一点点就可以了 听懂没有 OK 来从中间开始 第一片 垂直划分 输起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和第一区连接呢 还是不连接呢 不连接 对我们和第一区是不连接的 看好啊 角度一样要拉到分分线的高度 输起来 往外拉 刚好看到下面的头发掉下来就可以了 手位略微往内扣一点点 看好啊 来梳起来 看好啊 当我在提拉这个法片的时候 拉出来 刚好看到下面的头发掉出来 下面长一指位 对那也就是长一个手指位 一样的手位要略微的往内扣一丢丢 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的角度输起来的时候 你要看到你的剪切口是有一点点往内的感觉 OK 第一片剪完 你看一下啊 当我这样剪完以后 能不能看到这个地方的重量线各位 从侧面看啊 从侧面看 能看到重量线吗 你们 可以 这个地方它有重量线了 但是它会堆的比较柔和 比较柔和 这是组合层次的魅力啊 第二片 化学 原位提拉 不要往后去做偏移 人的站位要干嘛 这个时候 随头圆去做移动 来 拉到分分线的高度 继续 斜向前 以刚刚修剪的这片头发来做引导 我们在修剪的时候 下面的头发 这个时候只是作为一个什么呢 参考线而已 其实你只要把第一片头发的长度和引导线控制好了 那么后面的头发的修剪就会比较简单 继续画斜 手卫和划分线保持平行 重量线 而且它会堆的比较柔和 继续画斜 画分线一定要搞清楚啊 不要分的过于太写 原位提拉 不要做偏移 不要往任何的法片去靠 只有到侧部转角位置的时候 这两片头发可以略微的往后靠一丢丢 继续 来 这片头发留起来 因为这片头发我们需要有一点点靠位 看一下啊 拉到分分线的高度 所谓越为往内收益丢丢 啊 刚刚我们越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守卫是画斜 但是到了侧部转角这一片头发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斜向的去分了 垂直的去分 往刚刚修紧的侧部转角这片头发来靠 好 这两片头发都拉到刚刚侧部转角的这个位置来做修剪 好 相同的方式当我往后靠完以后 这里是不是会有一个脚 嗯 干嘛 对 往侧部转角线的位置来靠 然后往前靠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脚 把这个地方的重量给他拿走 好 这样子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头发梳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后部的收紧杆以及到我们耳部转角这个位置的过度就连接过来了啊 然后这个底线如果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偏长到最后把它切一下和这个地方做成连接是不是就OK了 那后部的收紧杆就已经全部完成好我们接下来到另外一次注意剪这边的时候你的手位一定要抬起来 然后再把下面头发梳起来你要知道下面的头发只是用来干嘛作为一个 修剪时的参考就我一拉起来大概知道哎这个一公分是在什么位置 如果说太长了我是不是需要把这个下面的脚磨一下 对你要拿它来作为一个参考你不做参考直接这样剪可能你会犯的过于太长了 然后导致你剪着剪着这边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它会掉下去 所以手位收进去 继续画写 你也可以从下往上你也可以从上往下 都是可以的 法片不要往后偏移 好继续 每修剪一片人的帐位都在跟随 投行 移动 先剪下面的 这样子我能够看到下面的引导线来作为一个参考 画写 拉起来 拉起来 手位一定要抬得起来 好继续 你看越到我们侧步转角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要慢 啊 要慢一点点 但你的控制能力还不是很强的时候了 你的法片就不要分的过于太厚 越到侧步转角这一片头发的时候 分出来 前面的头发我都要以这一片头发来作为参考 来 竖着来分啊 竖着来分 把前面的头发都输到我们侧步转角这一片的头发来做修剪 那目的是要放长我们侧步转角这个地方的长度 来继续 这片头发依然是带到 每一片都要看清楚你的引导线 然后呢 竖起来再往我们的侧中线来靠 前面的脚去掉 去完以后往后移动 磨圆 好 这样再输下来 那这个地方呢 你的外线 你的形体 就已经出来了 而重量线呢 也已经出来了 所以他的收紧感 服帖感 以及后部整骨区的收紧往上扬的感觉 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把它建立出来 这样剪完的头发 他会非常非常的柔和 接下来继续到 第3区 第3区的时候还要不要考虑 这个地方的问题了 是不是不用考虑了 对 第3区我们是怎么把它剪圆 剪薄嘛 就够了 重量线控制好就可以了 好 第3区的头发 好 一样的从中间开始 梳起来 好 头会抬一点点 一样的和下面第2层的长度要干嘛 和第2区的长度要干嘛 一样的要放长 1公分 然后角度稍微 抬高一点点 把上面的这个脚要干嘛 要磨圆 要磨圆 那也就是在第3层的时候 我希望它的切口 拉出来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角 我希望剪完以后 这个地方的切口面 是这样的 那最后放下来 这个地方的饱满度 就不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轮 一个印字 再检查一下 第1片引导线一定要先 确定好 先检查 水平拉出来 好 然后角度略微抬高 然后把这个地方去给它磨圆 那也就这个切口 它是这样的 啊 继续以刚刚修剪的这片头发来做引导 反射 切西瓜的方式 只要你第1片引导线控制好了就没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你剪不好就是因为你的这些什么 细节 对 细节没有控制好 继续放射 原位提了 跟着头型去走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不要往后靠 因为这不是在下面 下面的那一层是要保留我们脖子那个地方的 长度啊 让它有个更好的一个收紧感 看到你的引导线 磨圆的时候不要磨得过于太多 绿维把上面这个脚磨圆就可以了 磨得过于太多 等一下头顶的长度就会过于太 短 好 这个时候我们后部的重量穴 已经被我们建立出来了 继续 水平提拉出来 水平提拉出来 看到你的引导线就可以了 同样的一环法型 如果说 你不去拉它的空间层次 你感觉好像和你剪的差不多 但是你一拉出来好像后面 有几个不连接了 这个就是层次的一个运用 头顶的地方拉起来磨圆 有脚的地方收一收 这样子了整个后法区我剪完以后 来 该收紧的地方 该挂耳朵地方挂耳朵 该收紧的地方收紧 该有重量堆积的地方 有重量的堆积 那么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头发的一个重量的设定的时候 是要找到我们的鼻尖和我们的耳中来作为参考 像这样的头发的重量的设定 前面有说 重量该如何设定 在这种比较偏短的 我们以它的耳中 那作为参考 或者以它的鼻尖来作为参考 那也就是你后面的重量线剪完以后 输下来 它的重量线的落点在哪个位置啊 鼻尖耳中的位置是比较合理比较OK的 如果重量过于太高会显得后面重心 太往上会显得比较成熟 年轻的小姐姐不太适合这样 或者是你要么就是很个性的 均等层次剪出来 头领的重心在这个位置去了 那这种就会比较个性 常规的发型的重心 就是在耳中 要么在第一点 重心在它的嘴角 耳中 嘴角 要么到它的眼睛 所以三个重量线 第一个是在眼睛的位置 那如果到了眼睛的位置去了 那这个重心是不是比较偏高 那长度呢就要更短一些 第二种适中的来在它的鼻尖 第三种在它的嘴角 所以三个重量线自己一定要设定好 好吧 从第一层的时候就要 预定好它这个重量线 肯定啊 啊 所以开始你只要是剪这种风格的发型 重量线几乎都是要在耳朵中间 鼻尖这个位置 除非你剪的更短一些 所以你们剪这个长度一定要先控制好这个问题 啊 好 那这样子我们整个后发区的一个修剪就已经完成了 后部一共有几个不连接啊 三个 三个不连接的层次啊 这个方法可以用在你们的中长发上面都是可以的 来 侧区 从它的退化点开始来做划分 退化点也就是它的最凹的部分 最凹的部分 或者说你在侧面看 正常情况下 如果法量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 三个手指位 放一个手 放到耳朵这个位置 三个手指位的宽度 如果法量像这种比较偏多的 四个手指位的宽度 放到耳朵上面 来 四个手指位的宽度 听懂没有 就是你要考虑的问题是 我下面这个区肯定是要减什么 去除是不是 我减完去除 上面如果说你这个面过于太窄了 那上面放下来就没有重量了 所以永远是上面这个区域比下面这个区域要宽 一点点 你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测区的长度的设定要控制在哪个位置 那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你后面整体的长度和重量线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下面的长度还是上面的重量线的长度 考虑的是重量线的长度 你如何和重量线这个地方过渡过来 那也就是这样的头发剪完是前短后长还是前长后短 前短后长是不是 只有前短后长的整个感觉才是走圆 走圆的感觉他看上去才会年轻化 如果你是这样子下去后 那酷的感觉是不是就很强烈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头发绝对不是沿着这个重量线下去 这样剪完以后 那前面就掉到这个位置了 是不是 我们一定是这里收进去 而前面是挂起来 需要让他的脸型去给他打开 而不是包裹起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考虑 啊 你要剪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接下来 从我们的前驱开始 斜向后分线 我希望的是这个头发剪完以后还可以挂一定的耳朵 所以我们以梳子的一半来作为参考 斜向后分线 守卫与划分线保持平行 角度拉到平行地面的角度 守卫与分线保持平行 以梳子的一半来作为参考 剪完以后先放下来看一看这个长度 他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那我剪完以后看一下 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偏长 是不是 那我还可以再来一下 以梳子的一半作为参考 OK 第一片完成 好继续斜向后分线 第二片 梳起来 原位提拉 角度拉到于分线线的高度 或者说平行地面提拉 好 那这样子了 这个地方解完以后 它是一个去除的一个层次 那发尾自然它就会比较柔和 继续 继续 第三片 原位提拉 守卫与分线怎么样 对 守卫与分线保持平行 好 第三片 继继续斜向后 我们慢慢慢慢的就要和后法区形成一个什么呢 连接 对 形成过度和连接 竖起来 原位提拉 好 继续斜向后分线 你看 慢慢的来 不要着急 慢慢的来 看到你的引导线 引导线 看清楚了 再下刀啊 好 继续斜向后来看一下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分到了后区的长度了 对 后区的长度 在过度连接的时候用锯齿的切口做过度和连接啊 好 梳起来 我们用锯齿的切口 梳起来 来用锯齿的切口 做过度和连接就可以了 继续斜向后 角度要梳起来 要往上抬 太厚的时候了 你可以稍微分薄一点 好 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它不是完全连接的啊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说过 后部在这个区域只是大概的过度和连接 而不是完全连接 看好啊 如果你完全的和这里连接 你会慢慢慢慢的你就会把这里越简越短和这里连接起来了 知道没有 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看斜向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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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两片的时候你就输起来来 梳起来的时候你看这里长度和这里有关系吗 它是不连接的一个关系啊 你要找到后区这个地方的引导线 然后把这里头发梳起来 然后往前一戴这个地方有个脚轻轻的去把它点一下 过渡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单独的层次 如果你们要去加创意的感觉 那在这个位置你也可以把它单独的来这里分个区域 单独的给它干上去行不行 也是可以的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整个头发的侧区后区就全部剪完了 接下来我们叫它的顶区 那么顶区怎么办 后区顶点的长度是你的引导线 然后我们剪一个随头圆的层次 当然如果你要你前面的刘海放的过于很长的话 那你在这个区域就剪一个什么层次 反曲线的层次 你要前面放的很长 你就拉起来剪一个这样的层次 那前面就会放的很长是不是 但是我不需要它前面很长啊 随头圆 对 所以你跟随头形剪一个随头圆就可以了 剪完以后自己来看一下这个长度 正好 等一下一分是吧 OK 好继续 好 只要第一片引导线控制好了 那后面的头发就很简单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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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这样子剪完了以后了 现在的问题是来 这个地方肯定会比较偏长 现在先不要着急去管它 不要着急 你现在先把前区剪好 等一下这个地方稍微的过渡一下 就可以了 看一下啊 现在我们把前区这个地方剪完了以后 我说了这样剪完 刘海这里会比较厚 是不是 再把中心线分开 因为起码你前面的长度已经设定好了 来分到耳后的这个位置来 好 分到这个位置 这边相同的方法 后面的头发给它固定起来 也就是说从此刻开始 我要单独的把刘海这个区域的重量给它干嘛 去掉 要给它剪柔和一些 好 直接梳起来 直接剪好第一片角度拉高 走圆 走圆 往后带R角度抬高一点 那只不过我这样子剪完以后 外线它是怎么样 剪不到的 对 外线剪不到 但是这个地方的重量被我干嘛 干掉了 干掉了 另外一边相同的方法 往后靠 走圆 好 那这样子呢 它是你的刘海里面去除重量的一部分 你看一下啊 那这样子你的刘海的地方 它会变得更加的柔和一些 好 上面的头发你已经做了过度和连接 那这个时候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位置 前后过度的位置去把它做连接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连接非常简单 看着啊 后面有没有重量线 后面是不是有重量线的 你也可以用什么销刀 把这个地方给它拿走 竖起来 跟下面这层有没有关系 没有 对 没有关系啊 然后再做斜向后分线 前面这个地方 外线的角给它磨一下 走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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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看一下 你要偏分呢 也可以啊 你要中分呢 也可以 看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如果说你要偏分 那你就往一边去分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大牛海的感觉 那如果说你要增加这种头发的个性感 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区域 这一小块给它剪短一点 可以 刻意的给它剪短一点 啊 然后呢 这里不需要挂耳朵 那上面这层放下来 它能够去挂耳朵 那这个面呢 可以做成这种大牛海的感觉 啊 啊 后部一样的该收紧的地方 要去做收紧杆 啊 最后吹干了以后 稍微的再去做一下修饰就可以了 好不好各位 好 它这个呢 这边我们也可以全部这样子去挂耳朵啊 两边都可以去挂耳朵 嗯 但如果说全部都挂耳朵呢 那感觉它又不一样了啊 它两边这个位置就会显得比较空一些 所以留一点点头发也是可以的 现在这个情况 刘海要是再薄一点还行 对刘海还需要再薄 这个时候我们等一下做完颜色再局部调 为什么现在不调了 因为黑发有时候你看它的重量感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你染完颜色了以后 看它的整个重量感的一个分布抖一抖 哪些地方需要再调的再调一调啊 因为这个头发剪的它不是纯日系的这种 一根一根的那种树状的感啊 就我们不要打的过于太薄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它回去以后 它的还原度怎么样 是不是啊 这个要去考虑的 就是你不能说我在这里为了你很好看 但自己洗完以后不行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